供给的几个改革方面 第一是稳定粮食生猪生产 要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的一顶三万斤以上 生猪生产基本激进长年水平 第二个是要大力推荐农业绿色发展 实施优质农产品保障工程 要为逐利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算是要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 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留在农村 更多的产业争承受益留给农民 为农业文坛保护 农民持续征收